美国第47任总统川普前不久在白宫正式宣布 美军的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机将会被定名为F-47 并且美国政府已经和波音公司签署了战机生产合同 而不是此前生产了F-22和F-35的洛克希德马丁 生产B-21的诺斯罗普格鲁曼也没能入为F-47项目的角逐中 那么F-47的合同对波音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波音公司又为什么能在六代机时代反超洛马和格鲁曼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波音公司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拿到美军新款战机的订单了 其近几年负责的都是一些已有战机的升级工作 基本都是围绕F-15EX展开的 除此之外呢波音在FA-18EF和EA-18G项目上也拿到了持续生产合同 只是各项合同中涉及的战机数量规模都不算多 通过查询美国国防部的公示信息 不难看出F-15EX每年交付的数量大概就是2到6架左右 如果把话说的夸张一点 那就是在川普正式宣布F-47战机的合同签署消息之前 波音公司几乎已经淡出了美国海空军的主流视线 因此F-47对波音来说完全是东山再起的重要契机 甚至说是一根救命稻草也不为过 事实上就在川普宣布F-47项目落地波音之后 波音公司在纽约证券所的股价很快就上涨了4.78% 升到了181.09亿美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股价 在F-47项目信息公布后一度出现了近7%的下跌 最终收跌到了5.79% 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称 F-47项目是波音摆脱近年来困境的关键转折点 因为波音近年来已经在财务收支 产品安全和市场信任方面遭遇了波折 哪怕是在一个月之前恐怕都没人会相信 拿到美军下一代空中优势合同的厂商是波音 事实上从2024年开始 波音公司就开启了一场大甩卖 对旗下各项业务都进行了筛查 从10月初与NASA方面的接洽传闻 到11月份考虑对外出售 捷普森导航部门 无不反映着波音公司的疯狂减重 因为截止2024年第二季度末 波音公司的长短期债务规模总和 已经高达580亿美元 像是国防航天以及商业飞机 这几大主要的传统业务板块 都在盈亏线下搁置了数年 因此对于拥有109年历史的波音来说 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 事实上自从2019年开始 波音公司的星际客机项目就进展不顺 在24年6月发射的星际客机实验飞行器 还遭遇了推进器故障 无法返航 而波音公司推出的高轨道通信卫星 IS-33E也在太空发生了解体事故 这款通信卫星仅用行了不到8年 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20年使用寿命 原本是波音强项的航天业务 转眼间就变得诸实不顺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波音一直都是NASA最重要的伙伴 从阿波罗计划再到国际空间站的建设 都遍布着波音的身影 波音也几乎不可能会将与NASA相关的航天项目对外出售 但这一切随着2024年8月 新任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的上任 发生了变化 他一上任就对航天板块开刀 要求精简波音公司的业务框架 并在奥特伯格还曾在波音内部讲话中提到 波音公司宁愿做得更少 也不要多而不惊 毕竟光是2024年前9个月间 波音航天部门就出现了高达31亿美元的亏损 而这还只是波音集团总亏损的一部分 奥特伯格为此直接解雇了原先的国防与航天业务负责人 尤其是考虑到SpaceX与蓝色起源等 其他航天公司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波音后期恐怕也不会再将筹码放在航天产品方面 而在航天领域之后 第二个被波音出售的业务部门是杰普森导航 消息一出 立马引起了雷神 霍尼维尔以及黑石集团等多家公司兴趣 根据目前预计 杰普森导航的最终售价可能会达到60亿美元 具体交易工作会在25年上半年进行 如果交易能够顺利达成 60亿美元也算是解了波音的燃眉之急 如果不是这样精简公司结构 保证现金流运作 波音或许还不一定能够接下F47战机的订单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上面提到的航天业务与导航业务出售 涉及的都是一些竞争相对激烈 情景又不太明朗的细分市场 与两者相比 无人机市场显然还是非常值得挖掘的 不论是军用市场还是商业领域 其实都还有较大发展潜力 但即便如此 波音公司还是传输了出售无人机业务的消息 有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也会问 美军当前的无人机装备缺口还很大 无人机业务依旧是一个蓝海市场 既然波音要扭亏为盈 不应该持有这项优质资源吗 然而现实有时就是有些反逻辑 我们接下来就聊聊 波音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究竟是什么 其实波音目前主要的无人机业务 基本上是基于此公司Insto展开的 Insto成立于1994年开发过扫描英和RQ24A Blackjack黑杰克等军用无人机产品 可以说在当时的军用无人机市场上 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波音公司看好其前顶 并在2008年花费4亿美元进行了收购 并且就在今年2月份 美国国防部还与Insto签署了一份 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采购协议 考虑到美国军方的确还存在 较大的无人机装备缺口 Insto本来应该是波音手中的优质资产 却还是没有逃脱被出售的传闻 说到底啊 如今的波音在进行大甩卖的时候 已经不仅仅是考虑 此公司的发展前景了 只将那些无法盈利的部门出售 而是要从现金流转的角度出发 将那些估值较好的附加业务 一并转化成账面上的盈余 尽力扭转公司亏损的局面 即使有些细分业务部门本身 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亏损 但毕竟在过去的2024年中 波音光是第三季度的亏损 就高达61.7亿美元 是其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亏损新高了 如果进一步从细分领域看 波音的运营现金流是-13.45亿美元 自由现金流是-19.56亿美元 如果长次以往 波音公司就无法从总公司日常周转中 云出资源来应对后续的项目投资 和装备开发工作 这样对于波音这样的技术导向型企业 显然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此对于现在的波音来说 什么业务能带来现金流就是王者 什么业务能比其他业务带来更多的现金流 那就是排在最优先的 像F47这样的美国空军重要订单 就是波音最需要的官方采购项目 因此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F47对于波音来说都很重要 而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据美国媒体报道 F47将接体F22成为美国空军第六代 主力空中优势战斗机 预计整个项目总价值高达数千亿美元 并且川普已经明确指出 将在他的任内组建并升空一支F47机队 也就是首批F47战机很有可能会在四年之内服役 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虽然目前的工程与制造开发合同是200多亿美元 但波音作为战机制造商 肯定还要负责所有F47的后续生产维护环节 以及整个下一代空中优势中的 其他战机配套项目建设 后续项目总交易额肯定会大大超过200亿 因此不论从哪一个层面去看 F47项目对波音来说都是救命稻草一般的存在 是从谷底重回顶峰的大好良机 不过先师一成的洛马和格鲁曼 也不太可能坐视波音满盘皆赢 我们下面就围绕NGAD项目本身 聊聊波音为什么会在F47项目中胜出 洛马和格鲁曼又会采取什么办法来应对 事实上在整个NGAD计划中 还分为有人驾驶和无人协同战机这两部分 F47是主角而配角尚未登场 波音很有可能会凭借自己已经中标F47战机的优势 继续去竞标无人机协同战机项目 以及其他配套装备和周边支持的供应权 因此波音中标第六代战机项目这件事 对洛马和格鲁曼来说并不是好消息 事实上就目前来看 洛马的确是全美范围内开发隐形战机经验最多的厂商 开发B2和B21的格鲁曼 在大型隐身飞机研发制造方面 也有更多的技术积累 相比之下 美军此前根本就没有采购过任何一款波音推出的隐形战机 因此波音在F47项目中正式胜出 似乎有些违背我们之间的常识 因为第六代战机的特性就是更好的隐形性能 更远的航程 更强的作战持续性 和更强的支援能力与任务适应性 要说隐形能力 洛马公司推出的F22和F35 已经在实战环节中得到实力印证 要说航程 格鲁曼的B2和B21 也是航程远再弹多的先进军机 至于波音的竞争力究竟要从哪些方面来证明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疑问 但仔细细细追溯来 波音的的确是有隐形飞机开发经验的 早在1990年 波音就联合卖道开发出了肉食鸟项目 考虑到卖道部门后来也被波音接收 可以认为波音实际上是全盘接收了 该项目的开发经验和技术积累 该飞机虽然是内部技术演示机 但相关技术最后也传承到了X45无人战机上 这是波音幻影工厂在2002年开发的下一代无人战机 X45的主要特点是背部的小面积进气口 其位置相当靠前 并且中央机身和两侧后掠翼做了融合设计 至于传统的垂直尾翼则被彻底取消 造型相当可幻 如果你问一个2002年的军迷 未来的六代机应该是什么样的 大兵相信很多人都会看好X45的设计 然而X45最后是制造了两架 在当时的海军无人机作战航空系统项目角逐中 最终赢家还是格鲁曼的X47 与之类似情况的还有波音的X32GSF 也是在联合攻击机竞载中输给了洛马的X35 不过输归输 波音还是用各款实验机 证明了自己在隐形战机方面相关技术积累 而洛马也不是一路高升 事事都让美国军方满意 就拿F35项目来说 成本问题一直是美国军方不满的主要原因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先前的报告 F35项目一直是国防部最昂贵的武器系统项目 总采购成本从2019年成本估算后又增加了130亿美元 F35的维护和保障成本也一直远高于预期 GAO报告指出 F35项目的预期保障成本从2018年的1.1万亿美元 增加到2023年的1.58万亿 增幅高达44% 如果洛马现在能向美军方保证 F47也能在预期资金范围内完成 美国军方大概率是不会相信的 因此从综合角度来看 波音最终胜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能就是在预算控制方面 让军方看到了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 至于在NGAD项目框架中 波音还能否再下一程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 我是大兵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